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简称新冠肺炎 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 是指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 它最早于2019年末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首次被发现 随后2020年初迅速扩散至全球多个国家 不见变成一场全球性大问题 居住的马来西亚在2020年1月25日出现了手中确诊个案 同年的2月3日首名马来西亚人确诊 同月5日出现手中本土感染个案 在此之后 病例数成个位数缓慢增长 各周数开始出现确诊病例 于2月27日起至3月1日在吉隆坡大城堡清真室举行的一场 约16000人参与的传教活动引起疫情大爆发 并最终导致马来西亚卫生部的卫生总监诺西三 颁布了行动管制令 于3月18日至6月9日期间 做实一系列措施 管控民众出行 不过政府与人民的不断努力 马来西亚的疫情开始不见好转 并且在6月10日 其开始全国实施 不原式行动管制令 政府放松部分管制 在县制人民跨州并且允许民众国内旅游 商场、电影院、夜市与发廊服务等允许会开放 只是要严格遵守卫生部拟定的防疫标准 作业程序SOP的社交距离拟定 但是在同年的9月份 风际情却开始不断的爆发 每天都十一即合的倍数增长 所当其冲的原因是因为当时 杀了沙巴大省 人民纷纷拢去投票 民群过于聚集 一直到2021年的1月份仍然没有好转 因此政府再次开启了MCO2.0 才勉强地把疫情控制到了一个较低的水平 事事难料 在5月份因疫情又再次爆发 政府只好实施MCO3.0 一直到了今天 疫情一直仿佛爆发 和人民对疫情的防御意识逃不了干系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要有哪些的防御意识呢 首先人民必须要有纪律性和自觉性地 去遵循政府留下的SOP 在外社交保持疫苑距离 外出戴口罩等等 再来 如果发现自己有了新冠肺炎的症状 提出发到医院检查 病人议员群 防止将身上的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尽如此 政府开设允许跨洲化线的政策 人民自责不滥用这项政策 这没必要 人少到处旅游或聚会 毕竟这项政策是为了方便一部分的人民的工作 让我们一起努力战胜病毒